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严生佛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492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空中相会 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背景 有很多的爱心 前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东方阿处不动佛的心咒 琪琪根本传承大家持 琪琪不动如来放光助教 它可以致我们心中的烦恼 让我们的心更开阔 七、八、四、六百、六果黎 亚、十二 tamam 究竟是到辈子? 大概 挂佳战着多佛 ,耶诗说发 挂佳战着多佛 ,耶诗说发 歐喳歌禅家附伯 一些许多亩 歐喳歌禅家附伯 一些许多亩 歐喳歌禅家附伯 一些许多亩 这是东方不动佛阿处如来的圣号 请请根本传承如来放光处教放光加持 南无东方不动佛阿处如来 南无东方不动佛阿处如来 阿处如来阿处如来 阿处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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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处 这首歌就是东方不动佛阿处如来的圣号心咒 我们同时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让大家同时在我们的中国天文新闻台 脸书还有其他的社团都看到我们的报道 阿处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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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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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曲 李宗盛 阿愁如来,那我懂本不懂过,阿愁如来,阿愁如来,阿愁如来。 阿愁如来,阿愁如来。 阿愁如来,阿愁如来,阿愁如来,阿愁如来。 龙盾哐离 diso,多不愿意 diso,阿愁如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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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是不是比较大家比较少听过的 我们因为还没有分享完 我们再来唱一次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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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如来,祝如来 祝如来 祝如来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东方不动佛阿处如来的圣靠心咒 大家好,这是正博天空新闻台 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先调整一下 今天是第492集的播出 很高兴在这里 与大家一同沐浴在真佛法辱智慧之中 看看现场哪些同名上来了 王国会贴来功课 正是时候 高王金三十遍 上云金就一万遍 非常精进 温达千 游美赖 何文艳 白萌 王丽玉 还有 丹丹丢 谢谢 紫花 何文艳 Ken Lee 王大圈 天了很多问候的 江威凤 还有 Angeline 还有 Edithan 小丽 还有 甘凤丽 空中相聚乐趣多多 分享心得发心满 就像我们现在前面有很多的爱心满满 王丽常贴来功课了 高王金三十变回相片2.5 谢谢哦 所有贴功课同盟 我们都要给他们送上爱心贴图 按赞的贴图 游美赖 Seddy Go 是 金刚心参回法 一潭这么进一步 金母 姚池金母 还有 观音大力金刚 随人金刚 土力神 咒歌108 丽莎 背景爱心 很喜欢 一起上课 大家都很高兴 丹丹丹丢 Seddy Go Manguang 没关系 能够上来 我们就很高兴了 还有 Lisa John 徐慧玉 陈振峰 Manguang 以星亮亮 吴秀吉 陈凌珍 Edith Stam 播取很好听 雍莲俊 Low WS 雍梅賴 陈乔峰 俊雄 Kony Yap 吴秋玉 Bimon Shark Jackie 还有 郑明达 师兄上来了 Alfred 那这个是谁 你们家的小狗亮亮 陪他玩 对不对 Kolili 红豆汤 红豆汤 也有功课 薰牛令 红豆汤的功课是 上诗 星咒六千 刚万经三十遍 地藏菩萨 圣号七千 大辈祝三十遍 画佛像 还有手抄 金刚经 吴秋玉 功课 十四遍的真墨经 真墨经十六遍 地藏菩萨 上面订阅真言 三万遍 哇 你念了几天了 谢谢你哦 邱毅师姐 李三令 还有这个谁啦 黄传义也上来了 郑明达 李金淑 谢谢你们 那今天呢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本的留言 不是要整理三个吗 三个证书的 好 没关系 我们先看看 上一集同本留言 Lisa Jenner说 很少买生物放生 但是特别情况之下 也会买生物放生 因为昨天我们介绍到 师尊文集里面 有的人多余行善太过度了 对不对 这个讨厌这个买貂皮大衣的妇女 还这个动物协会 还打那个买貂皮大衣的妇女 保护动物 但是呢 好像没有保护人类 所以我们就谈到关于放生 还有这个 对于这个动物的保护 怎么样才算是不超过的 那Lisa Jenner说 很少买生物放生 但是特别情况之下 也会放生 那你曾经在23年前 偶然看到一位认识的人 他抓了一只很大的水龟 就是那个鳖 也想杀来吃 但是他把它放生了 他说这个 你把它买来放生 他说要100块美金 那所以他就这个马上答应了 等于说是做了一个功德 很棒哦 以前我的真祖父 外真祖父他是船长 在那个宜兰共僚乡 那个地方 那有一次他们抓了一个像 那个 哎 这个桶子啊 那个 这个大 等于算是圆桌了 算是那个小圆桌的 那么大只的海龟 大家都要杀 那只有我们 我的外真祖父 他是船长 主张放生 而且放生海龟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 就是把海龟放到海里面 然后那海龟游了一下 又回来 跟我的外真祖父点了一个头 再游出去再回来 又点了一个头 再游出去再回来 点了一个头 三次点头之后 这些海龟才安然的游去 所以说万物皆有灵 怎么那么灵感 他懂得说 哇好 好不容易就去珍惜这个生命 哎 这个 好 我先把他 我那个好像快要没电了 我先把他充电一下 不然他会一直叽叽叫的 好 那你知道 有一次我去这个 也是舅舅那边 舅舅那边是一个渔港 渔港那边 那天我们就走在这个渔港的岸上 然后有一次那个河豚 河豚台湾话叫气龟 河豚然后肚子脏脏的 然后嘴巴呃呃 不知道被哪一个钓鱼的 把他钓上岸之后呢 就把他扔在岸边 因为河豚很毒 也不能够随便碰他 结果就太阳很大 他那个河豚就快要被晒死了 我说哎呀 那时候我弟弟 我刚好跟我弟弟走在一起 然后 那我说那我把河豚把它移动 把他那个湿湿的身体 因为那个 他身体很湿湿的 又放在很干的水泥地上 又晒太阳 我想把它移动 让他能够 哎 这个直接就钓到旁边 就是一个鱼缸 那个有海水的 把它又移动 可是移动的时候呢 因为那个皮肤黏着这个水泥板 他会痛啊 那个有点吱吱叫的样子 我就觉得哇怎么办 我弟弟很聪明 他用脚突然一踢 就把他踢到那个海港里面 那个河豚掉到那个海港 哇 很高兴 甩着尾巴扶着上来哦 跟你嗨 好像跟你嗨一样 有啊 有些好高兴好高兴 虽然我们没有说想要祈求回报的心 可是看到这一幕就觉得说 哇 这个本来要活活的晒死 然后帮助一个生物能够免离那个晒死 渴死 你看夏天马来西亚印尼多热 热了你都要吃饼 何快吃这么小的 那个孤苦无疑的这个小鱼 对不对 钓到这个 就是被人家恶意的钓在那个 那个水泥地上 差一点活活晒死 然后就把它丢到海里 哇 他又活起来 我们都替他高兴 对不对 虽然不知道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 可是呢 在看到他重获自由 重获得生命的那一刻 我们实在是比谁还高兴 所以真的是帮助众生 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呢 他这个谁 Lisa Jane也讲到他放生的事情 那Lisa令说感恩上师 开始师尊文集 行者要有度量 不要计较他人的过错 未免下世再结恶缘 哇 你还是在叫 我先把它关掉 好 那那个刚锋律说 大家要记住 面对这个造谣重伤 不需要这个伤感 那不需要破乎骂街的骂 那更不要一时的气氛 那这个又毁了自己 这个气氛是火烧功德力 我说过你在难过生气的时候 你要去学会转移的方法 释迦摩尼佛他是禅定功身的人 他可以修忍入 可是禅定不够功身的人怎么办 去赶快转移主意力 赶快跑 师尊曾经讲过 当你遇到事情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 赶快逃离现场 因为你所骂的话 所讲的话 将来你会后悔一辈子 那你会跟人家又要道歉又什么的 会伤人 在人生气的时候 讲的话是最伤人的 那就算你对 你得理不饶人 可是伤了人 以后要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补偿 就是得不偿失 要珍惜神明好好的生活 就是最好的回应 陈寗生说 释迦摩尼佛的生日 对不对 昨天那个 在美国西雅图的时间 那个星期天 彩虹雷杖士护摩 释迦摩尼佛护摩 师尊亲自的请问 释迦摩尼佛你的birthday是哪一天 5月16日 是农历的5月16日 必须记录 那那个 证明达说 有人的地方 就有流言蜚语 这个也就是我们 要去修行的地方 我们要去好好的修行 要去 因为人没有保证 人没有保证你 这一生每个人都喜欢你 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讨厌你 有人喜欢的就有人讨厌的 连上师也不例外 连释迦摩尼佛也不例外 连师尊也不例外 连耶稣也不例外 所以你不要去奢望 你只能尽量的在这个 顺境跟逆境的时候 其实都不要动心 保持平和的心 保持着祝福每个人 幸福满满的心 我觉得这个就很快乐了 很满足了 看看同门 这个是谁 何文彦 文旦 林秀英 Grace Gold 还有 郑明达的小公鸡很可爱 带你们再计算人数了 其他的人都是放贴图了 放贴图了就不用再念了 八九帝王谢成吉才师兄 好 郑明达是 蓮花玉莓 四家行星团 善心咒一千 吉姆大白展开 十人金刚歌 一百零八 谢谢你哦 林玉珍 丹丹丹丢的是 蓮花旋风 旋风是什么 冠王金二十一遍 吉姆星咒两千多遍 善心咒三千多遍 回下 这都是大家的心意 Lisa Jane说 动物也是有灵的 有灵性 那只水鳖 对捉她的人很凶 对我们放她很和善 我们有一次去度假村 然后他们就是度假村的钓 钓什么 钓鱿鱿鱼 是不是叫鱿鱼 还是花枝 鱿鱿鱿鱼吧 那人也是很无知 他就是把他钓鱿鱿鱿上来的特别神物 当做是一种乐趣 很多人对就抓那些生物去做喜乐 包括我小时候 我们不懂佛法 去抓海边的一些贝壳 里面有肉的 台湾话讲叫 烧酒楼 烧酒楼 倒看楼 一些海螺 抓来 里面有肉 再用水煮 抓很大颗 心里就很高兴 其实那个都是造业 所以 有一个同能 最近他问我 算是容易充饭 自己容易充饭 很容易就被干扰 怎么办 那你被干扰的同门 除了 自己平常要吃饱 要睡饱 因为你才有阳气很旺 比较不容易干扰之外 我建议同门还要多 送戒 送正佛宗的戒律 他问说 为什么要送正佛宗的戒律 你就不懂了 这个呢 送戒可以请戒神 对不对 正佛宗的戒神 特有的戒神是谁 大力金刚 你把大力金刚呢 因为你送戒的心 把戒神请来 他会守护你 所以呢 他说上次 我是不是犯很多戒 所以才要送戒 我说 每一个人 都要对自己 整天下来的 或者这辈子 所做所为 都要忏悔 都要自行 所以送戒不是 只犯戒的人 是每一个人 都是 地藏经讲 烟福提众生 取心动念 无非是义 无非是罪 谁说 谁没有犯戒 谁没有犯错 都是有的 通通有讲 Lisa Jane说 动物幽灵 那水 那这水别 对捉他的人很凶 对你很和善 这个念过的 好 如果你是容易卡机的 断机的 麻烦你 关机 或者refresh 你的手机 好 再来 这个 哇 有人生病 是不是 哇 严秀你好 梁峰毅 Vivian Lee 还有 这个黄玉轩 身体不舒服的 Happy Lee Go Lee Lee 希望 所有 在我们读书会里面 所有大家 能够得到习灾 得到十尊的放光煮灶 习灾 真意敬爱 所求如愿 Bihwa John 还有谁 Sustan John 张妙柔 Ko Lee Lee 因为现在很多贴图 有时候都抓不到上面的 黄穿义 已经水上来了 好 还有谁呢 哇 林峰毅 你好 好久不见了 王国会 Chinise John 哇 你们的小贴图也很可爱 小公鸡 还有这个谁 VLENGO 富士林 你好 还有Sabrina Chin 我看会一直念念不完 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故事吧 那所有现场的人 没有手机的举手 没有手机的人 不会来上来看我们的网络直播 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不过呢 这个谁没有手机跟电脑 我看是我们的师尊 下一篇要跟大家介绍 孤登下的思维 这本书里面讲 活在现代的智障人 智慧的智障碍的障碍 现在的人有手机 有电脑 有平板 有各种 可是我们的师尊呢 是怎么样 如果跟现在的人比较的话 每个人要很科技化的 那我们师尊是 这些科技的东西都不碰 那一个是 我们是不是属于比较文明的 还是说师尊那个是属于比较古代的 那师尊的观感又是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 他说现代是怎么样的时代 我很迷茫 对于年轻人来说 电脑就是他们小时候的玩具 各位同盟 你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什么 小时候呢 我喜欢跟我弟弟 还有邻居的小朋友 搬家家酒 还有去小溪 小河边玩水 因为以前不懂得说 这个保护生物 喜欢抓一些小鱼 抓一些贝壳也是有的 还有去那个用玩石头 玩小石头 或者玩铜 玩蛋猪 那个台湾的阿拉飘 小时候的玩具好多 可是你们现代的人 现在的小朋友很可怜 小时候的玩具 就是一台手机 我看到同盟 把那个手机就丢给他的小孩 他自己忙自己的 小孩子那么小 就活活的眼睛就被这个什么 手机的这个蓝光摧残了 我曾经看到一个图片 那小孩子眼睛已经那种黄斑症 然后水汪汪的 那眼球都变黄了 黄斑的 然后呢 他贴了这个图 这个家长还是什么贴这个图 告诉其他的家长 千万不要让他小孩玩手机 那么小 还在发育 那么脆弱的 小孩子应该是眼睛最明亮的 也不要让小孩子 在暗的地方看书 暗的地方玩手机 暗的地方看电视 那个辐射真的非常的伤眼睛 那我们师尊说 电脑就是现在小孩子的玩具了 陪伴成长的工具 每一个现代的人都会操作 几百种媒体电脑 目前的电脑就像电视 冰箱洗衣机一样 是现代的人生活的一部分 对现在的老板 师尊觉得他眼睛也花了 因为老板出门也带电脑 我们那个想要把师尊 两百七十多本书 带在身上 只要一台手机进入 真佛不乐藏 你就可以把师尊 两百多本文集带着走 我看好多的留言 赶快看看 Lisa Chan 小说的玩伴跟玩意很多 大家一起玩得特别开心 现在的小孩子 手机真的是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教育 你这一代 要不要再回复以前 小时候的那个 兴趣 有时候你真的是要陪着 或者是请家教 或者陪着小孩子 去找回那个 没有科技时代的 没有科技时代 那个最原始的 那个玩乐娱乐 或者去带小孩子 看那个十万个为什么 有书 我记得马来西亚有个同门 他就买了一套 十万个为什么 陪他小孩子去看 去发掘前所未有的世界 小孩子不要毁了他 如果你想毁了这个小孩子 你就丢了一个手机给他 丢了一个平板 丢了一个电脑给他 你就可以足足的毁了他的童年 你相不相信 我们的拉拉队队长来了 莲花家珍 十万变的上师行 做五坛四家行 一坛烟共罚 记得跟梅莲师姐登记 会给你证书 梅花证书 甘露海 佛陀真正生日是五月十六 十万变的佛法开始 对的 阿斯大 杰斯利 甘露海 还有这个谁 王大都在讲 拉拉队队长 乙兴 当然现在的人 真的没有手机跟平板 是没有办法的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教育专家 你如果真的爱你的小孩 不要那么小 就或者你要限制他 每次晚不要超过二十分钟 因为小孩子眼睛都还在发愈 尽量用启发的方式给他 确立论 丹丹丹丢 尼欧 林 伊林 拉丽半 Sally Lee 廖金才师姐 好像要卡基的 Sabrina Sabrina 还有 富士林 威廉 John 林峰D 还有 Janice John 其他的已经拉不上来了 这个谁啊 钢工力 尤其那些有什么力 有暴力 跟色情游戏真的很不好 蚕食人的真思维 所以好好的教育你们下一代 你有孙子的 有儿子的 一定要限制 一定要强力 严格的除了限制他对这个 现代科技的依赖 还要另外一方面 也要转移他的兴趣 转移他的兴趣呢 是要下功夫的 或者请教教育专家 因为最近 欢迎大家做功课 明观令 还有跳飞机的 对的 你跟上司一样 小时候没有玩具 没有电视 对啊 我们那时候没有的 Kissi Ann 所以科技带来的是什么 John Foggi 我们在算人数了 这个贴5月14号 那个是做什么 李金淑莲花童子 周3600变 长周如白3600变 刚完经十五步回向 谢谢你哦 陈明大 一天也好 下雨天 网路都会很差 对啊 Rijer Jin 太小的朋友 是我不会给的 我会带他出去玩 亮亮都没有玩平板 有的连宠物都给他玩 那个平板电脑 其实那个都会伤到不好的 所以师尊讲说 现代的人联络 已经不用邮差了 现在人还要写信吗 当然你说回信中情 如果改成用电脑 手机email来回信的话 这个信件肯定会多好几倍 但是呢 那那个难道 要师尊给你服务 也是用网路的 刷就给你一道服吗 对不对 我们的回信中情 还是要用信封的 那虽然讲 现在的人联络 已经不用邮局啊 记信 甚至打电话 打国际电话 都用line whatsapp 对不对 wechat 打国际电话的 有电子邮件 振作的时间 跟空间的束缚 所以呢 这个是什么数位时代 什么网路架构的 未原成是什么虚拟实境 实在说不懂 那虚拟实境是什么呢 你就是眼睛前面戴着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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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眼罩吧 眼罩 眼罩连接着大脑 然后你所看到的东西 一个卡通 一个动画 一个人物 全部都是立体的 你拿开就没有 戴上去就有 那看到的这个景物 这个虚拟 虚幻的虚 模拟的你 真实的识 境界的静 虚拟实境 那呢 玩游戏 可是这个呢 玩游戏也很危险 因为戴上虚拟实境 然后戴上他专用的那个枪 对不对 走到电灯下 走到哪里拿枪 然后去打那个 打怪物啊 对不对 当然这个呢 等于是你走到街上 你就可以玩很刺激的 可是呢 也会影响 哇 你走到马路上 车子过来 啪 你要打怪物 刚好被车撞死了 哇 你走到高铁 有人 听说就是玩那个 宝可梦 对不对 ポケモ 哇 看到十字路口 看到那个铁路 然后跳过去要抓那个 抓那个 保物 对不对 就活活的被车 被火车撞了 而且呢 前阵子嘛 前阵子嘛 有一年说大家在疯狂玩 宝可梦的时候呢 现场还拍到阿飘在旁边投笑 那玩那个宝可梦 那晚上啊 固定时间啊 几点到几点啊 那那个 整个街上都充满着人 哇 前所未有的热闹 你看 做好事没有那么热闹 做坏事就特别热闹 哇 大家都在寻宝 哎 可是呢 现场就有人拍到阿飘在旁边笑 哈哈 对不对 那有的呢 其实师尊讲啊 小孩子为什么玩 喜欢迷这个手机 喜欢迷游戏 那有的是阿飘 带着小孩子去玩的 所以那个是 会跟那个不好的磁场连线 哈哈 所以呢 这个好事不出门 坏事就传千里 哦 那个好的就很难 但是坏的很容易 所以呢 这些什么虚拟实境 师尊说他都不懂 那师尊是 师尊讲说 我是走过农业时代的人 当然也走过了工业时代 那现在是进入到电脑的资讯时代 我一头就栽进了学佛修行 我根本呢 没有时间 也没有去理会外面的 外界的变化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一旦跨过了千禧年 就是两千年的门槛 人类的生活跟工作 就会全面的改观 全世界的资讯网向大海 永远也看不完 对不对 我们的脸书 我都将近五千个会员 五千个脸书的朋友 那有一次我就特别好奇 我知道我的脸书 很多同盟都按赞 那我们的官网脸书 台蕾脸书 很多网站 我们曾博中社团脸书 很多同盟按赞 我就特好奇的 或者说我的那些朋友 朋友圈会员的大部分 是什么样的人 是什么年纪的人 是年轻的多 还是老年的多 还是中年的多 是男生的多 还是女生的多 哎呦 我就特好奇的 我就 我就给他翻一下翻一下 就发现了 真的在我们的 喜欢学佛的这群人里面 大部分都是历经社会历练的 中年跟老年的特别的多 年轻的很少 嘿 我看了这个信息 你自己回去 你可以翻翻看 你的那些朋友圈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不知道别的宗教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所以他表示说 这个经历过社会的一番历练之后 很想回归到心灵 想要再去了解 认识这个心灵的层次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年轻人 他还是在这种血气方刚 喜欢刺激 喜欢兴起 喜欢玩爱玩的 他比较没有定性 去了解说 这个佛教啊 心灵 比较没有兴趣 在寻求心灵上的 还是在这种表面上的 一些刺激感官方面的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红法上 如果你要吸引年轻人 恐怕还要再去设计 还有一番的设计跟规划 你不能骂说 年轻人都不缺佛啊 怎么会比较少 你也不能怪他们 只能说我们还没有很创新 我觉得我的这个读书会直播 已经算是 每一集的背景图都已经在换了 都已经一直在这个更新了 在创新了 每篇的文章也不一样 可是呢 年轻人 你懂 你到底懂年轻人 他们到底要什么 对不对 我告诉你 现在的年轻人 很喜欢的就是影音的 包括中年人也是一样 现在是一个影音 这个 这个 要有声音 要有影像的 影音的时代 你说那个Tito 那个抖音 为什么那么多人 动不动就几万人 你说那个YouTube 对不对 影片 他的一首歌 我记得说 在宗教里的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 他们一首圣歌 一百万个人按赞 百万 两百万的 那我们DEMBO中 最强的影片 有多少人按赞 你可以看看 嘿嘿嘿 我曾经做过的 《切兰尊者的行咒》 《切兰尊者的行咒》 最多十万人按赞 十万人流浪 不是按赞 十万人 十万多 我做过的 宠物的影片 也有两万多 其他就是在这中间游走 嘿 那你说 那你去看那个 你想知道年轻人 就是说现在你想要看什么 你去翻那个影片 什么电视的 电影的 电视剧的 然后宠物的 笑话的 谈论的 你可以知道 现在的人的口味在哪里 嘿 喜欢比较 不需要动脑筋的东西 他们会很喜欢 那喜欢隐隐的 有趣的 能够打发时间的 嘿 娱乐的 现在的人这个 是这样子的趋势 所以呢 我们的佛教 虽然说是 我们师座的哲思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精湛 但是 需要有一番的设计跟规划 嘿 才能够把我们的科技跟佛法 做一种结合 把它推陈出去 所以正好中 为什么有 阳光武功团 用跳牌舞的 为什么天音雅乐 用唱歌的 除了这个呢 还能够做什么 嘿 有人建议啊 将师尊讲的笑话 嘿 讲的笑话 一篇两篇 大家把它演绎出来 然后呢 YouTube后面再加上 师尊在讲笑话 后面的含义是什么 做成一个 短短的YouTube 或者抖音 铺上网 因为那个也是很有趣的 所以呢 这个 我们需要包装 我们现在这个 你们想要去弘扬佛法 已经不是在那种平面的文字啊 虽然说你贴师真的文章也是很好 我告诉你 只是适合我们中老年的 可是年轻人 他要的东西你要去了解 所以哦 你能够能够了解年轻人的心理 你就不会怪你的儿子啊 你的孙子 你的女儿 为什么不喜欢看我们佛法佛教那么好 对不对 我最近是好说歹说了 才劝到说 我这个家人的新一代小孩子啊 念律才神咒 帮助事业 所以那个人都是有所求的 你无可厚非的 你要知道他们的需要 才能够针对他们所讲的 那你说师尊呢 他又是怎么样 他说根本就不想去管这些资讯的 那像大海永远看不完 透过网络连线可以宣传佛法 那师尊也不知道说电脑 电脑可以写作 电脑可以画画 我告诉你电脑可以拍电影 以后上班 电脑的机器人还可以上班 取代人类 不过这要很多年之后 所以师尊说他蛮正好的是 电脑已经成为现代科技之中 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定义了 跟想象 电脑的应用实在是广泛的 不可想象 到现在为止 师尊说他发觉他活在过去 活在现代的智障人 只会佛法修行写作画画 根本没有学过电脑 也没碰过电脑 是觉得自己脑袋瓜笨笨的 聪明的你请告诉我 像我这样的人要不要开始学电脑 我告诉你 神圣的总裁 宇宙的总裁 他只是把他最原始的 创想 创意 创意 丢给底下 底下层的人 底下层的人 才需要学电脑手机平板 师尊是创意的 最原始的创意者 对不对 我们根据师尊的创意 根据师尊的心灵 再去把他发展 所以呢 师尊是尽量是创意无限 还有加持众生无限 给予众生的更是无限的 所以要不要学电脑 随师尊高兴 老子出寒谷官 为什么倒骑着牛 因为老子高兴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是在弘扬 真伯总弘扬真伯密法 我们要沉寂着 转动的法轮 我们是要用 现代的科技来去做 跟大家闲聊了 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 哇 好多人留言了 对不对 黄金 黄欣玉 John Foggi 还有这个 其他的是很多贴图的 还有 哇 廉政昌也上来了 Lisa Jan 你常用感觉方便容易 便使用其他的很少用 也不能用到尝试 也不能便放弃了 好 谁要去睡觉了 还有谁 Happy Lee 精神上给大家抱抱 你们大家在互相沟通 应该也是用电脑手机在沟通 对不对 乙欣说真的 归一宗类的年纪大的人 以为我们这些年轻人 是有点来乱的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 李星年把功课贴上来 等你喔 那其他的还有谁呢 哇 贴功课这个是 蓮花顺叶 每次贴很多功课 他说一万七千遍的十尊咒 十尊心咒 二十八遍真摩经 十二遍刚往经 四十四遍的尊认咒 两遍佛说 天际八阳神咒经 四百三十二遍的 请佛诸师长寿咒 三百多遍百姿明咒 哇你好精进喔 十二遍大悲咒 四坛四加行 两坛上去相应法 一本地藏经 两坛焉供法 我看你得了好几张证书了吧 罗力华和文言想起你 你在学生时期喜欢 刀干吗 屋子旁的河边钓鱼 钓上的鱼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龟一十尊之后 十道钓鱼是杀生业 才修参回法 跟回向被杀的鱼类 对不对 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的 罗力华 谢谢你喔 干露海 哇要贴很多功课 好贴很多贴图 易辰你好 还有谁呢 哇那个 这个底下的 上面的有的拉不下来 那就是选择性的 好 那个 雍花券 雍花券你好 还有黄新瑞 瑞 瑞 黄新瑞 好 不是玉 我记得 黄新瑞 不好意思 这个孤陋寡文 很棒的想法 对 好 现在的人 其实你不要觉得说你自己了解年轻人 了解你的小孩 了解新的一代 其实你根本不了解他们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要什么 然后呢 你要什么时候给予他们最适当的资料 最适当的教材 而不是一下子就给他们很多的规矩 你要在讲规矩之前 你要有很多的沟通 很多的观察 那很多的启发比较好 那很多的启发比较好 还有谁呢 这个 哇 上面的真的装不倒了 哇 剩下15分钟 我们再来看第二篇 看第二天 能不能看完 这个是以小孩子为师 这个也是讲到现代科技 那士顿讲说 今夜 今天晚上星光灿烂 但星星距离你很远 陈春花 对 Lisa选 幸好欢迎上次能够在脸书上分享 才能够每次参入收看 谢谢 那师尊想起了 这篇文章叫 以小孩为老师 以小孩为师 那有一天呢 师尊就想到了 他的小孩佛亲佛琪 师尊也有一种感觉 他觉得说 他跟他的小孩越来越远了 佛琪呢 是这个小学一年级呢 他到了美国 那取得法学博士 而且是这个 当时是律师 而且佛琪的那种精进 很喜欢念书 而且呢 功课都是名列前茅的 后来还当过那个欧洲香奈尔公司的总裁 成就非凡 那佛琪呢 是幼稚园的时候到美国 然后西雅图大学毕业服务在金融业 那时候是准备 那时候是准备读硕士跟博士 那师尊呢 对这个 因为平常忙于法务 很少写信给他的小孩 一没有什么 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得到 完全不晓得小孩在做什么 他当然也不知道师尊在做什么 小孩是在科技的时代 那师尊呢 是弘扬佛法的 那师母呢 又要忙师尊的 又要照顾中午的 又要照顾小孩的 有时候师母呢 是中间的桥梁一样 那师尊有时候看看自己 再看看他的下一代小孩 这绝对是两个时代的人 师尊讲他有感想 他说他不熟悉他们的世界 那当然小孩子也不熟悉 师尊的世界 师尊说 我在孤岛修行闭关 写作我的心灵世界 我的书 我的森林 我的自然 我的禅定 我的博瑞 相信 这些都离小孩子们 他们越来越远 博青呢 还在学中文 但是呢 还不是很深 博起呢 但是一个中文字也不懂 那叫他们如何深入我们的世界 看来只有我去学习他们的东西 才能够去了解他们 未来我必须以小孩为师 你看看师尊 他是我们心灵的导师 连他都觉得自己跟现代的年轻人 有不同的 我讲的是代工 对不对 你看我大姐 我的弟弟 我弟弟 这个弟媳妇 他们的新的一代 对不对 他们是小孩 也不一定能够了解我们最一代的 对不对 你要跟他讲 有时候呢 讲什么他们比较喜欢听 讲手机游戏 比如说 你为什么要玩这个怪 这个怪 有什么好玩 他会跟你讲一对 那你们学校现在在学什么 那我们弟弟的小孩 有一个是念政治大学的 那新闻系的 那你们学校教哪些东西 那你以后毕业了你想学什么 有时候就是想找个话题跟年轻人在聊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那你看你现在对于这个 现在的新闻 你有什么看法 小孩子有时候他会跟你分享 所以呢 你不可能你跟小孩子 这个我们上一代是比较封建 封建时代的 这个小孩子是把 我们这一代是把父母当皇帝皇后 可是呢 现在这一代的呢 父母是把小孩子当作皇上 王后 王子公主 两个真的是差距很大 所以你在跟这一代的小孩子沟通 你不可能老气很糗的 连师孙都觉得他要 这个以小孩子为师 就是让自己除了了解目前 因为学佛法 因为学佛法 其实是应该是适合各样的人 不管是年轻人 小孩 大人 各种年龄层的人 都应该 这个都可以适用于佛法 只是在文字上的转换 文字上的表达 还有逻辑上的 还有EQ性的 你要把它转换 转换成年轻人的现代语言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应该用直播 对不对 师尊为了要把佛法用比较活泼的方式 他转换成什么 笑话里的禅机 你不要小看师尊讲的笑话 原来他在一种转换佛法的program 程式 来让大家更了解 这个佛法里面很奥妙 很精维精湛的世界 所以你今天在要度人家 你还要跟人家讲 要守戒 要行善 要布施 要怎么样 你讲一大堆道理 人家干嘛听你说教 但是如果你讲的比较入室的方面 那就不一样了 像我有时候跟我家里的人讲 我妈妈当年投资 有时候跟我家里的人讲 我妈妈当年投资 投什么就赚什么 那个房子投资超级神准 而且很会赚钱 她听了就有兴趣 那我们是没有我妈妈那种投资的眼光跟细胞 可是我妈妈为什么那么顺 因为她的运气好 为什么她的运气好 因为她做了很多的善事 帮助了很多人 哇这个年轻人听了眼睛就大了 原来你要裁员滚滚 还要懂得做善事 懂得做善事 行善帮助人 虽然不起求什么 可是以后会帮助你的运气 虽然你很懂得分析分解 可是你的运气就是不来 运气不来有什么用 卡不上 运气不来 投资必败 你刚好下单 然后呢 过几天那个东西就掉了 哇 你要等多久 那个东西才会回账 那就是运气不来 所以呢 你运气来的时候 你做什么 你就成什么 你运气不来 连讲话都让人家厌 厌恶 对不对 你这样讲的话 人家就注意了 哦 原来学佛还可以帮助运气 那运气呢 就可以帮助你的未来的运程 但是那也要有个善良的心 所以我跟家里人讲说 我妈妈心是蛮善良的 很喜欢帮助人 而且不矫情 不做作 只要有人想要他帮忙 他就是两肋叉刀也帮人家了 所以这个呢 无形中会帮助他以后的运气 所以呢 这个已经在讲佛法了 是用比较生活化的语言 来去让人家认同这个佛法上 很简单的行善 这还是很简单的行善 还没讲到空 还没讲到三轮体空 可是就 诶这个语言 对不对 年轻人就开始慢慢有兴趣接受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读师尊的书 他讲以小孩为师 师尊也在研究 现代人的语言能够接受到的程度是怎么样 所以你们今天想要再度你们年轻人 你的语言 你的文字 你的措辞 你的思维 你要在高高在上吗 你要自以为是吗 你要认为自己很有经验吗 吃过的盐比你走路的多吗 有个笑话说 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路的多 后来他就高血压 因为吃太咸 还喜舍 这是一个笑话 所以你在这个人生的哲理上真的是 你看 以小孩为师 就是这个例子了 哇 所以美瓜令说 哎呀 是啊 他进学校就是英语 林阳令说 一运二运三风水四季得五读书 还有谁 郑明达 在新加坡 在新国 用英语比较多 已经 那我善事做太少了 郑明达 现在小孩子玩电脑 玩的比你还厉害 那就是一开始 家长就 因为 喜欢就是说 把这个电脑手机丢给小孩 然后他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贪的方便 就害了小孩 看看以后怎么去补救 所以呢 曾经有个同门 他的小孩 从小玩手机玩到大 玩到大概高中吧 然后有一天 他没有办法打电话 去跟人家沟通 定 披萨 都没办法沟通 一天就是窝在家里 后来他的姐姐很生气 把他手机丢了 哇 小孩子哭了好几天 那逼着这小孩 从房间门走出来 去面对大众 跟人家沟通 小孩子呢 又经过几年的调教 才慢慢回复整成 所以你说 你这个小孩子 真的 Richard Jean说 现在的小孩缺乏 缺爱人的心 这个 父母都太忙了 真的 那父母会忙 也是 现在的人 消费很贵很贵 几样东西 就动辄 如果以台币来讲 几千块的 那所以呢 陪着父母 就要拼命赚钱 拼命赚钱 拼命赚钱 就比较没有时间 去陪小孩 所以说 这也是很无奈的 大家想想办法吧 Litha Jean 那你加入脸书 也是想能够 多点看到孩子的生活动态 跟相片 怎么知道 也成为分享的方式 所以呢 一家人在一起 现在是用手机脸书 在对话 结果小孩就在你对面 家人就在你对面 对不对 以及说 不只是将来 你们去中国 大陆晚一 中文最重要 还可以阅读师尊文集 还是想推动中英文双语教学 就这样 是的 Menguari 我其实也是说英语比较多 因为归了师尊 才开始学华语 两个语言都很重要 好 我最后把这段的文字念好了 哇 所以想起来是怎么样 蛮无奈的 为什么小孩子不学中文 而这个老人家 私人自身老人家 学英文 为什么不学老子 孩子们 为什么不学老子 庄子 论语佛经 那 那 只是说 我要学电脑成事构筑 其实小孩子 其实是可以学的 为什么 现在 老子 庄子 有漫画本 对不对 你拿漫画的小孩子看就好了 我发觉 电脑的未圆世界 只是技术工具科技 欠缺山水小河 树林没有道义及青青 去年世界完全是人工自造的 一点都不自然 怎么办 我是活在人文世界 他们是活在科技世界 我要不要开始学电脑 来了解他们的世界 师尊又访问了同样的问题 哇 基本上要讲三篇 结果 有感而发讲了两篇了 哇 是 已经十一点了 已经说 哇 有哇 会去潮州 但不会讲潮州话 教育很重要 所以今天这个读书会 也来让大家探讨一下 现在小孩子的 所面临的这些科技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代沟的问题 可以看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 好 节目最后 我们一起来跟师尊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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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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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到我们的台湾来做我们记得在一起 我们感谢施政写这么好的文章也感谢大家 我们给施政救命 爱死了 亚基 不灵不灵 明天晚上10点到10点30分 联系和我们文集我们录制播副回答就见啦 拜拜